长沙火车站有女子指责男子偷拍他 他非常愤怒的去翻看这个男子的手机 并要求这个男人你给我老实点 上海街头有女子报警 指责某个男性一直在尾随他 可是这个男子人家只是想出门吃点东西而已 近些年来的女权觉醒是好事 但是我们也建议广大小仙女 别把男人都想成恶魔好吗 这些年来我们真是深切的感受到了 女权意识在觉醒 很多女子在自己的权益遭受到损害之时 比如说被猥胁被偷拍之时 她们会非常主动的站出来 不像以往有的女孩觉得 我被猥胁了 我被瑟拉摸了一把 那是不是我的问题 或者说我要面子 我不能把这个事暴露出来 不是这样的 当你遭遇到不法侵害之时 主动站出来 你要知道丢脸的应当是他 而不是你 但反过来 有时候我们觉得 是不是有些事 有点矫枉过争了呢 比如说这两天很爆的一个新闻 有一个女子说 她在长沙火车站 看到一个男子 一直在偷拍她 她非常的生气 她冲了上去 不但指责这个男子 而且不断翻动这个男子的手机 她表示说男子手机中 一定隐藏了很多 她的照片视频 甚至她觉得这个男子 还通过微信 把她的照片视频 发给了别人 当然经过她不断翻动 我们看到的视频是 这个男子的手机中 确实没有她的照片和视频 而且这个男子 人家只是在拍 整个长沙高铁站 当她拍摄的视频之中 出现了一个路人女子之时 这个女子还非常欣喜地说 看你是不是拍别的女人了 拜托 这个大街上遍地都是人 不是男人 就是女人 事情爆出来之后 很多网友都指责这名女子 你就算觉得自己被偷拍了 你也没有权利去翻动人家的手机 这可是人家的私人物品 代表着人家的隐私 无独有偶 上海街头也发生一幕 有一个女子感觉到 自己出门之后 后面就跟着一个男子 她觉得这个男子刻意地尾随她 是不是要对她进行不法伤害 所以她报警了 警察过来调取监控录像之后 证明了这个男子的清白 这个男子也说 他确实是跟在这个女子后面 但是他也是正常走路 人家刚到这个地方肚子有点饿 想买点吃的而已 怎么就让这个女子误会了呢 难道在很多女孩心目中 这个男的长得稍微猥琐一点 就是犯罪分子吗 当然我觉得这两种事情啊 也有它不同之处 在哪呢 就是好歹上海这个女子 她感觉到自己有可能遭遇到罪犯之时 她并没有主动的去找这个罪犯的麻烦 而是报警 我觉得这个很对啊 人都有误判的时候 如果你感觉到自己身边有可能有犯罪分子 那么报警当然是最好的举动了 而且即便你报错了 你的怀疑有问题 但是你是可以有合理怀疑的 所以上海这件事啊 它并没有对双方造成很大的伤害 可长沙这件就不同了 这个女子感觉男子偷拍了她 你倒是可以上去询问 甚至制止 但是你这样嚣张的去主动的翻人家的手机 并撂下狠话 这是不是就不对了呀 很多人都说 这个男子表现得过于怯懦了吧 人家说你偷拍你就偷拍 人家要看手机你就给手机 你为什么不能保护自己的隐私呢 反过来讲 幸亏这个女子遭遇到的是一个 有礼貌而怯懦的男性 她如果遭遇到的是一个五大三出的 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偷拍过你的男性 那么会不会演化成一场激烈的矛盾呢 换句话讲 我们真是建议各位小仙女 哪怕你有怀疑 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应当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权利 任何时候你如果感觉到你的权利受到了损害 那么你就不要用同样的方法再去损害他人了吗 你不应该用对这些权利受到你 那么多天 然后然后再做损害他人了